笑 别笑了 控制不住啊 谢谢回龙教宋的 谢谢回龙教宋的飞机啊 谢谢回龙教宋的飞机啊 卧槽我没完没了的鼻涕 也只是咖啡 不行不行,還是得帶綠色,打正機不能帶這個紅色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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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呀,別這樣抓 壞了,這把要輸了呀,感覺 不行,打正機不能帶紅色 我可能起來的話會猛一點 但對線的話有點不太行,打正機還帶綠色 好一點 好好打遊戲沒彈幕,打個噴嚏全炸出來 但是你這個噴嚏真的很誇張,化你感冒很嚴重 還好吧,其實 要不這個別喝了,我給你化個熱熱的馬拉桿 對 好好好 這一個鐵子 他出問題了 闪吧 他那W好了没注意到 我回家买个装备的 好了不打了 我教你也得教 还行,限能控住 補个多蓝剑吧,我感觉打剑技还是得带绿色,带红色不太行 带红色有个问题就是你不太好换哪些 罗巢队友大乱斗 32刀 他怎么回去要买好多装备来干呢 補个多蓝剑好一点 他多蓝盾害股 对 没有打剑技 不假四红,然后害股加坚定就好 这样带攻击力会高,但是 不稳 不稳定 就是不稳定 就是不稳定 4个应该在上 他空线 嗯 这状态还差耶 两刀就给你带走了,状态还差 状态很好 状态真差 还行还行,终于不打了终于不打 没有 可能今天遭凉了吧,应该是 要被炸 状态真差 优势大的话 我想一下 不这么买 我们这样买 如果你买提亚马特 也行 但提亚马特我感觉一般 这样买吧攻击力高一点,这样买的话我们有45点攻击力,然后还有鞋子 如果买提亚马特买鞋的话 在买把长剑是30攻击力,少了15攻击力多了那个被动,但是我感觉那被动 不是很用得上 状态真差 哎 这么爆的 猛推 Q3没打到 献莫导送的上岸了,上岸了 还好运 献莫导的好运跟上岸了 下半本剑击对半砍 那摊玉桃要加强 还行 不过这个给的攻击力打剑击是真的爽 就是会有点难受 没害股的话他冲上来打我们会没有缓冲 他吃果子去了应该 打剑击出卸毒啊第一阵 出卸毒伤害会比较酷 买装备出门装我是推荐 十字搞然后跟那个常见是混合一起出的 NICE 50%攻速队,下版本打剑击不是那么难打 剑击对线他被削弱了一点,但是还是强 还是有点强 特别好 哦哟 这么凶 摸宝碎了吗 晚安 挺直超过的 不是我 我认为我 不是我 我是更可怕的 好 打不动呀哥们 真挫 哎呀他一个小兵 喜欢挫 挫就死了 挫就死了 死哥了 哎呦 呦呦呦 这什么意思啊 这光辉 我们下路炸了大伙 咱们的下路爆炸了 顶着爆破打四斗 亵渎九头血了再来个布甲 OK 装备太顶急 再补个一样 这还打得过 已经八成了 八成加10点攻击力 攻击力太高了 谢谢 嗯 基本结束 我不建议带红色打剑击,只是我这把我想试一下 带这个牙印出去打剑击会不会好一点 结果发现还不行 打铁男我感觉可以带啊 打铁男可以征服者加这个 那打铁男我推荐带急跑 推荐打铁男带那个闪先 打铁男带闪没什么太大用 注意躲好他那个就好 他在干嘛呀 不玩了吗 你死的好蠢 你死的好蠢 结果就比较大 不着急等他一下 我们下一件做什么呢 你像这个剑击如果他手练度低 我们第二件可以直接做游梦,但如果说他手练度高你跟他比较势军力敌的话 咱们其实可以做那个 咱们其实可以做那个叫什么装备来着 他就敢回头看我 可以做那个大驴船 绿色穿透 就是那个繁星的提醒 当然也可以做幽梦,做幽梦的话36的固定穿透 这样一来他其实 烈士剑击他基本上翻不了盘 那我这把其实还是做繁星提醒给大家开玩笑 如果你做了繁星提醒第3件 你要买幽梦的话 我建议各位先买那个 900块钱加鱼术的那个东西 卧槽这么准啊这拉克斯 1000块 有点可惜 做不做幽梦呢 不在思考的问题 算了不做幽梦了 做幽梦攻击力基础姿态DOT的剑击爆炸 先做这个吧 还是做幽梦我觉得也可以 然后买一个长剑 买这个感觉还是买幽梦好了,幽梦基础攻击力更高 幽梦的话可以60加两把长剑,70攻击力加这个的话130攻击力,这样买的话其实只有100攻击力 差30攻击力其实差蛮多,但是这个有重伤 这个会让你的Q越打越痛 这个其实伤害会更屌一点 我所追寻的唯一瓶颈 嗯 你怎么看他效果 会暴击的这东西 这装备是会暴击的 就是你捅人他是会暴击的 杀量会很高 就是一般你跟剑击他会有贴脸的时候 我试过很多种 包括我之前 冰刀我也试过 我后来发现这个才是最合理的 因为这版本 剑击他是必除贪欲九头蛇,贪欲九头蛇太厉害了 还是 还是有必要说做一个就是重伤类的东西压制一下 要把他压住就OK了 这个补收敌者,收敌者没CD 我建议是补幽默,因为幽默有机动性 幽默的机动性会好一点 剑魔还是需要常驻一树的 剑魔是需要一点机动性 这样你无论追人还是 拉扯都会很好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固定穿透是拆塔 会有那个作用,拆塔打野怪都会有作用 跟你们讲话抛出掉了 剑击不服 走吧 我们游梦好没必要练战 来这一下子真的爽 他主要是这个东西可以给剑魔增益他的直接增益他的伤害,那基础值会很高 能这样闪可以 因为他不改变你最终释放的那个技能的影响 打不团去吧 剑魔这版本能出贪欲九头神吗?理论上什么装备都可以出 打我 别打我 这么准 有个技能独跳都可以提前释放,但有些他会强 想是释放 又想打喷嚏 又想打喷嚏 嗯 脚还好 这么冰还好 脚冰吗 冰 都没有手热 有点偏烫 等一下喝 起死 起死 打着打着还是得担待,我想打团对面都不打团,他们都不聚在一起 聚在一起给他们一锅端 哎呀没预判到 又给了个一千 我应该直接QE的 我想他应该会往前走,就没意 失误了 哎可惜 我的问题 这么屌吗 好像要输 好像要输啊 看到了 可惜 失誤了感覺好像要出問題 又開始了 原來是有什麼東西過敏緣還是什麼 是火影嗎 哪有火影 不知道 反正吸到鼻腔裡 好像空調的問題感覺 空調因為一直也沒清洗過那空調先包一盒 先洗洗的健康 我先倒就倒了 哇塑直接爆紙900隻 我砍了兩下爆擊出來 太誇張了 爽 視覺效果很爽 但是不介意 他閃了吧 ED 沒事的沒事的 好走位摔 還好 73 轉了你看 他不影響我打遊戲 有的時候還是會影響一下 我還是會打他的時候打電視閉眼一瞬間 很小的感覺 好難推耶對面很玩笑 這邊太有玩笑了 我太好上那個高度 上不去耶 這個高地上不去 其實我應該買一個 頂魔刀好一點 沒有想放個頂魔刀 你又可以一撥死了 絕望的EB我操 這怎麼開個大面衝過去他跑一跑不掉 我這話移到 炸彈太痛了我操 可能是因為他在卡他旁邊嘛吃到那個雷電子 回到過去 誰殺誰不一定 誰殺誰不一定 知道錯了 賣錯了不好意思 他其實是寶套子會好 禁忌時機加28點穿著 他其實是寶套子會好 從功能性上來說 我不太需要這個東西 床抗還行 有一條 有一條兔 好難進啊 下路完了是真的好 充潛水呢 有個要開大了 殺雞 拿下兄弟们大点没关注,这把不容易,他们下手打挺好的 好